生死一瞬间乌克兰采访团队半路遇到无人机攻击 前面的撤离巴士还差点被击中 俄军已经越来越接近这里 俄军又攻下乌冬盾内刺客的一座聚落 逼近后勤枢纽有波克罗夫斯克 附近一马平川没有天险可守 乌克兰扩大强制撤离的范围 但也有居民不肯走 志工为了救人也想要留下 但是波克罗夫斯克若是沦陷了 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增援 补给就会出现重大困难 十万火急的场面还出现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眼前这栋公寓大楼陷入火海 救难人员愤不顾身冲入火场 周六哈尔科夫遭到俄军 今年夏天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至少八个人离难 超过百人轻重伤 其中约八十人就是在公寓袭击中受伤 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办法 从源头打击阻止二军的空袭 总统佐伦斯基再度向西方喊话 要求放宽武器的打击限制 专家也警告若是西方在坚守红线 恐怕让乌军措施反击的黄金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